曲名製作者 曲名製作者 曲名製作者. 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笑优了我听不去吧 奥杜尔线楼迷你包给了棋师一张结厂牌 守护者的力量 是一个随从获得加2加2 并对其他随从造成攻击力的伤害 圣骑士终于有了除凭点奉献以外的清场手段了 加上本来就很强力的幻院汇井 通过大量神圣法术进行减费 前期就能造出大怪 土龄骑感觉又可以试试了 这是我这次测试的土龄骑卡组 也是HS Replay上推荐的一套卡组 平均胜率50.7% 开始试玩吧 这局对镇镜化煞 试的没错 现在还有玩镜化煞的是血炎 这个卡组我也是第一次玩 不太清楚对镇镜化煞的胜率如何 不过天梯已经没有多少煞满了 何况是镜化煞 土龄骑还是不要粗暴告兵 复活了就很傻 还好试费有怪可以出 锤子过一张牌看看 锤子过一张牌看看 这个是牧师的奶 直接找过量治疗对应消耗的牌 所以直接可以找8废牌了 还好可以Buff解掉 清场不要随便交 毕竟只有两张清场 法庭秩序可以抽花园汇景 再配合试费可以清全场 现在吃一个退化真的血而亏 现在吃一个退化真的血而亏 看看死了什么怪 似乎复活没啥用 解不掉3-6 那就当看不见吧 太坦下去过过牌 带会复活泰坦搭配4倍法术可以清场 计划通 太阳守护者MVP给了我试费法术 应该用没有锻造的复活的 目的死的怪计算错了 你愿不在 但我还在 哇斯奇的姐 不然每次进化都会有外出一个很麻烦 先出4-5吧 复活可以带上 土领养的有点慢 复活进化 太阳会打自己怪 那就用太阳守护者来Buff清场好了 就用太阳守护者来Buff清场好了 复活一波 就用太阳守护者来Buff清场 把自己据吧 使用太阳犯能力 就用太阳守护者来Buff清场 然后靠做再阳守护者来Buff清场 太阳的火砍 又快去撤 靠大砍刀了 然后最后复活一波 退化似乎用完了 被地標坑了 瘋怒到斬殺 太不容易了 這局對陣多戲法 這個機便給報告騎太猛了 可惜又不是 技能前期可以蹭血 也顧不得復活報告兵了 可以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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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本儀寫好 4、5、6、7費都安排上 酷龍瞄得可真準 經典提爾復活三個 土靈3-2-4-5 霸菲波走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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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4費到7費手順連拍 還挺厲害的 乒乓 莫乍 乒乛 角鏡 佐久 陳海 没有结场没有冰箱 多戏法被品坏了 当然这局是非常糊 这局对阵头铁盛奇 小柯糖 风怒喇叭锤是杀不死骑士太坦的哦 对面是个光柱旗 前击抢赏面 摇个报告旗 这里应该解掉不让他buff的 对面没有一废怪了 上四干五去顶一下 直接复活一波 下台坦顶一下 我已经如果两个骑士顶着风怒喇叭锤攻击太坦了 还打了两次 来送我六血 小伙伴们觉得对面不会再用武器攻击太坦了 但是好笑的还在后面 这个combo太猛了吧 对面技能又来攻击太坦 是龙力的问题吗 笑用了家人们 喜欢养成细的小伙伴可以试试啦 比之前的土零骑要施滑不少 太坦白了